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呢 把我们的基本表达式啊 去收个尾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讲的是两个大的特效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到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利用camera rule c 对不对 我们来观看的时候 你看啊 对不对 你是可以全方位360度去看到 他们之间的一个间距的 好 那么这时候呢 他们的间距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看神奇的阴幕 老是在这个地方按一下Ctrl加D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的 我们这边的图层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按一下C 我们把它拿旋转过来 对不对 我们图层的位置是不是直接的 你看看啊 如果我在这里面把htc 我直接的扔到最后面去 那这里面的位置啊 他们是自动换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到这个点呢 我们来看一看htc 你看 如果我把iPhone这时候放到后面去 你看看iphone自动跑到第二倒数第二个了 那么前面的呢 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不对 我们把三星的放到倒数第三个 我们把双十二的对不对 现在放到最后一个 你看看 他们这个位置啊 是自动进行调整的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啊 这个这个学A的人来说 是必须掌握的一个技能 控制三维图层 对不对 那么这个技能怎么样去做呢 哎 这是我们要讲的 对不对 好 保存一下 好 另外呢 就是一个时间延迟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对不对 你看看 它的起始画面 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 对不对 是我们的这个 目前是一个拳击的 那么播放到后面的时候 差不多一秒钟左右 啊 它出拳了 对不对 我们来按一下 把这个眼睛关掉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个视频 它的它的起始的画面 就是 就是这个出拳的画面 原因何在呢 原因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它添加了一个表达式 对不对 它添加了一个表达式 叫V6 at a time Time加2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 又怎么样去进行制作呢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 两大主题 当然其实我们还会多讲一点啊 好 首先 第一个index的函数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函数啊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先把这些已经做好的一些 东西呢 给它关掉 好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control i 打开我们的那个素材 当然我们的素材呢 因为已经打开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不多说 你直接去到我们的素材里面 去找就可以了 好 找到这四个 对不对 先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1280720的 当然19201080都没问题 对不对 好 这时候直接的把这四个啊 这四个文件直接拖到我们的这里面来 点中三维开关 但是请记住在这里面第一个图层 一定要先新建一个solid的啊 新建一个空对象 空对象也要新建三维层啊 也要新建三维层啊 与此同时把我们的摄像机也给它打开 对不对 也给它打开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我们把空的p给它打开 我们把促销广告的啊 以及下面的这个广告的p都给它打开 我们现在要建立后面层与前面层的一个数学关系 什么数学关系呢 后面层啊 你看看啊 我们来先按一下c键啊 我们先把这个投资关系给它调出来 我们这时候啊 请注意 如果我们把这个值加800 因为这个z值啊 xyz的z值 它的z值越高 比如说我们给它越高 就明说明它离你越近越远越远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2400 但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撒了吧唧的自己一个一个的去调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呢 我们这时候希望后面一个对象 始终p值比前面一个对象大1200 那么我们先这样子做 按一下位置属性 把这个跟它的位置属性建立数学关系 但是呢 我们这时候希望加一下 对不对 加一下什么值呢 哦 在这个地方 x都不要变 y都不要变 我们要变的是z轴 所以这时候我们加一个1200 对不对 但这时候我们每次是不是都要重新去调 这个位置要给到这个再重新的复制 麻烦 那么这个是定量 你看看 这边index2加引号 包括这边的引号 它是一个定量 也就后面一个层 必须指定前面一个层 那么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变量呢 变量就是index index就表示当前层 index就表示当前层 但是这个层我们要去 其实我们要去拿谁做参照呢 拿它前面的一个 所以前面的一个数字 你看我们本身index index指的意思就是这边的序号 就表示这边的序号 我们的层是不是层是第三个呀 那这时候我要跟它前面一个产生对关联 后面一个始终跟前面那就index-1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方便了 我们把这个属性Ctrl-C 然后呢 给到下面所有的 给它下面所有的按住lt键 Ctrl-V Ctrl-V 按住lt键 把这个位置的值呢 给它输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属性是不是就做好了呀 所以index呢 就表示这边的序号 乘所对应的序号 那如果你这时候 比如说我们Ctrl-D 你看看 双12的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任意放到任意的位置 这个位置 它是自动去进行调整的 所以这个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好 所以index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关掉 那么另外呢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 延迟播放 跟时间提前播放的一个效果 怎么样去做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去做一个新建一个合成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不去做视频 视频大家有可能看不出来 好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加一个文字 我们加一个文字叫做move 对不对 或者叫位移move 好 move呢 我们现在去建立动画 什么样的动画呢 最简单的一个动画 p 对不对 我们加一个p的一个动画 好 那这时候我们是从一秒钟开始到三秒钟结束 那这时候它的pin就是自动加的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动画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动画 但是我们现在要它延迟一秒钟播放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请看 在这里面的话有一个图层面板 我们找的时间 在时间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的 有一个启用时间映射 但这时候你看 这个程式没有办法启用时间映射 那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愈合成一下 Ctrl Shift C Ctrl Shift C 我们这时候再去调用我们的图层时间 你看看 Ctrl Shift C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启用时间从映射 它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了 就有了 文字层没有这样的属性 但是我们的合成呢 也愈合成或者Count 我们叫Count 它是有这个属性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们对于这个时间从映射的这个属性啊 加一个alt键并且单击 我们在这里面呢 找到这个箭头表达式语言菜单 找到我们的Purple Value at a time Value at a time 注意大小写啊 注意这边大小写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time加啊 time加就表示延后 就是你这一段的时间要往后一秒 对不对 往后提前播放一秒 那如果你这时候像它延迟 那应该是减啊 延迟应该是减 你要它提前播放的应该是加 所以你看这时候它是一秒钟以后才开始播放的 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吗 哎 我希望大家能听得明白 对不对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加 当然它也可以为 也可以为这个小数 对不对 也可以为小数 比如说加个零点 零点五秒 对不对 零点三秒 等等等等 都可以 那你比方说从这个地方开始 它是不是已经过来了呀 好 那这就是我们时间重映射的一个案例了 非常好理解 对不对 但是今天这一节课我们还没有讲完 我们在这里面要插讲一个时间这个节奏的一个变化 什么叫时间节奏的一个变化呢 好 我们在这里面把我们的那个之前的拳击运动的这个视频 我们给它拖出来 好 我们来适配一下啊 合适的大小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希望啊 整个的画面是有一些节奏的 比方说我们在这边是一个快弓 对不对 我们希望它非常快 但是我打到人的时候呢 我希望 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啊 这个我们先不管 然后 好 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一块的就是就这一块的一个动作 给它呢 变慢了 那这时候怎么做呢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先去做四秒钟的动画 按一下N键 右击 修剪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 Double一个 Ctrl加定 好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时间轴 对不对 就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原来的 对不对 原来 叫before 好 那这个是我们比如说调过节奏的 调过节奏的 我们叫做after 这个after 好 找到这个时间 启用时间 重映射 那么在这里面啊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播放的时候 比方说一直没有达到这个人的时候 没有达到没有达到 对不对 好 请记住 打到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时间重置的快 这个关键帧 但是这个呢 就是匀速播放的 对不对 好 打到了之后 打到了之后 我们来看看啊 哎 准确的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加一个关键帧 好 这个关键帧呢 我们把它删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啊 我们看看结束的时候啊 这个人缓过神来是什么状态 对不对 好 到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缓过神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希望把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给它加长 我们希望用更多的时间来表现它 而前面这个 这个出拳的动作呢 我们希望它更快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哎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重印制的按钮 往这边加啊 往这边加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们在这地方来看一下 整个时间的节奏的一个把控 好 我们把这个前面的按钮给它关掉 前面的按钮我们给关掉 我们先看下面的 对不对 那实在不行的话 你你不想关按钮 你就把这个层放到上面去 after层放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变化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人开始出拳很快 哎 揍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节奏感不一样 能看到吧 而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原来的 如果是原来的节奏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把这个眼睛关掉 好 我们重新的 重新的来看一下 这个就打个打在人身上 感觉是软绵绵的 能看到吧 哎 对不对 而我们说如果我们把这个after的那个放到上面来 哎 你看看 非常有力量感 尤其是在哪个地方 尤其在这个 对不对 这个力量感非常强 啊 这就是我们时间节奏的一个问题 好 这节课呢 关于表达式的一个讲解呢 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个地方 啊 我们说这个表达式当然也可以做成途的运算啊 这个是啊 你不让我去多讲的 对不对 好 本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下节课 再见